一名著名的人權律師毕生經歷的推動廢除死刑 直到自己的老婆被凶手殘忍殺害 凶手被抓面臨審判 他還會繼續支持廢死嗎? 好呀,我是宣傳還有善良的彭狗長 狗長前段時間講了一起南非的案件 因為沒有死刑,一眾行凶者 在法庭上是耀武揚威 然後進了牢房更是滋潤度日 而受害者一家父母離世,家破人亡無比悲慘 我當時說,這個案件就反映了死刑存在的價值 評論區很多觀眾老爺就死刑和廢除死刑 進行了友好的探討 當時有人提到了 日本有一個專門提倡非死的律師 叫做剛村勋 今天咱們就來說說這位剛村勋 超級打臉的事件 剛村勋1929年出生在日本高知縣宿毛市 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的金居學院 然後又在一橋大學獲得了法學硕士學位 是一個精通經濟的法學研究生 1956年,高村勋通過了律師考試 正式成為一名律師 高村勋和一般律師不一樣 學過經濟,腦子更活泛一點 沒過多久闖出了明堂 曾擔任第一東京律師協會會長 日本律師協會聯合會副會長 法務省立法會議議員 他和中國還有緣分 來中國處理過一次慘烈的 26個日本人的死亡事件 這是一個交通事故 當時高村勋就是日本派來處理事故的 這個法律小組的組長 地位很高了 之所以他能夠成為的如此之快 跟他是一個堅定的廢死派 是脫不了關係的 日本是有死刑的 當時那個年代呀 死刑判的還挺多呢 廢死浪潮很大 屬於是大勢所趨 他便是順勢而為呀 他主張廢死的理由是 第一,波頓人的生命是殘酷不人道的 第二,刑法禁止殺人 又有死刑這是矛盾的 第三,文明的國家不應該存在死刑 高村勋在各大法治報、電視台、雜誌上 發表很多文章 也在各大大學校園做過很多演講 最後直接加入了人權律師協會 還成為了副會長 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讓他對自己炫耀的廢死這個立場 那是懊悔終身的 日劇《離狗嗨》里面有這麼一幕 古美門延屆律師事務所 與某企業的合作中斷了 事務所一下就沒錢了 可見知名律師的最大經濟來源 可能不是打官司 而是給企業做法律顧問 而我們今天的故事主角 高村勋身為日本最著名的律師 他的客户也是非常的流皮 那就是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的中代 山一證券 可隨著90年代 日本泡沫經濟的時代終結 山一證券也受到了知名的打擊 公司高層是見識不妙 就開始哄騙底層客户加大投入炒股 投進來的錢 則被山一證券用來穩住大客户 公司高層趁這個時候 更是憑藉內部消息暗箱操作 最後股民們和大客户們的錢 繞了一圈都進了公司高層的口袋里面 很多人發現不對勁 就去法院告他們 這個時候就輪到剛村勋出場了 憑藉著自己過硬的實力 剛村勋幫山一證券打贏了官司 就是幫助鐮刀割了韭菜呀 股民們對他非常痛恨的 其中最痛恨他的要屬這個西田九了 他在山一證券投了1億多日元 全被坑了進去 西田九就又報復這個剛村勋 97年10月10日 西田九打聽到了剛村勋家的住址 他拎著把尖刀就過去了 到了地方沒有見到剛村勋 卻遇到了正要出門的剛村勋的妻子 剛村真苗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拘去刀向真苗刺了過去 是連同五刀真苗被殺死 10年63歲 而這一天正是他們結婚40周年的紀念日 真苗儲妻要跟剛村勋慶祝 而此時的剛村勋剛給媳婦買完鑽戒 在百貨公司門口等他呢 是左等不來右等不來 後來等來的 是妻子不幸被殺的消息啊 剛村勋那是五雷轟頂 痛不欲生啊 他們倆可以說是青梅竹馬呀 在一起40年 剛村勋這麼大個律師 成功人士老有錢了 但從來沒有鬧過花邊新聞 對妻子絕對忠贞 他如此都是因為妻子對他更好 年輕的時候剛村勋很窮 妻子真苗對他不離不棄 無比支持他的工作陪他奮鬥 後來事業成功 真苗一直想要出外旅行 可他因為太忙沒有時間呢 本來以為馬上要退休了 就可以陪妻子勇闖天涯 沒想到卻因為自己讓妻子丟了性命 人生無償事有償 這件事也提醒我們努力過好每一天呢 他現在只能帶著妻子的骨灰 去旅行他的諾言了 去了富士山去了北海道 去看海去溫泉 又去了和妻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去了真苗的小學初中 高中還有大學 最後他帶著骨灰去看了真苗的父親 算是見了最後一面吧 他此時感受到了失去至親的痛苦 他最恨的就是凶手西田九 他感覺只有西田九死了 才能讓自己痛苦少一點 想想自己曾經那麼大力推廣廢朱死刑 好像那個時候並沒有體會到 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啊 現在這一切像是命運的報復啊 1998年2月18日 法庭開庭審理了這次殺人案 他作為受害者家屬 雖然身為律師法律工作者 卻不能參與此案 他只能作為旁聽者坐在欄杆外面 聽著西田九重複描述行凶過程啊 剛順勋說呀 我面前的被告一直在說傷害我妻子的話 我氣得渾身發抖 好像體內的血液在倒流 我想尖叫 不要誤辱我的妻子 但如果他真的提高聲音 審判長就會命令他離開法庭 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 最終因為費死浪潮的影響 西田九沒有被判死刑 而被判了無期 何其諷刺呀 因為自己的工作害死了妻子 現在又因為自己堅持的理念 不能為妻子報仇 相當於再殺妻子一遍呢 他的人生變得無比煎熬 自己曾經堅持的那些高尚的政治正確 現在成為了一支迴旋鏢 飛了回來 正中他的心窩 深深地插了進去呀 他看到不判死刑後 西田九得意的表情 更是深刻體會了失壞者家屬 那猶如墜入地獄般無盡的痛苦 原來死刑不僅僅是在懲罰行凶者 也不僅僅是以命換命的原始報復行為 更是防止犯罪 疗愈受害者家屬 不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的最有效手段 這一刻他痛徹心扉 這一刻他終於懂了呀 自己過去堅持的一切是多麼荒謬 他從堅定的廢死派 瞬間變成了死刑派 2000年他成立了全國犯罪受害者協會 協會里都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屬 他們的主旨就是為受害者一方謀取權利 該判刑你得判刑 該判死刑得判死刑 對受害者一方不公平的規則也要取消 用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他們收集到了超過55萬分的簽名 在他們的要求下 日本政府總算是開始考慮受害者一方的權利問題了 2004年 犯罪受害者基本法頒布 首次明確了受害者的權利 剛村勋擔任審查委員會成員 負責審查受害者一方的權益是否受到保障 08年實行被害人參加刑事審判的制度 受害人終於可以進入法庭圍欄參與審判 可以直接向被告提問 並表達對刑罰輕重的看法 2010年謀殺案件的訴訟時效被廢除 全國犯罪受害者協會在2018年結束活動 到了2022年,剛村勋是再次帶頭重啟了這個協會 這次他要著力幫助受害者得到應得的經濟補償 並且時刻關注日本死刑的執行情況 日本雖然在他們這些人的努力下 並沒有徹底取消死刑 可判死刑的人很少很少 而且判了死刑,能執行的更是微乎其微呀 死刑有點形同虛涉呀 他在這一年已經93歲了 可仍舊堅持工作 他患有心肌梗塞和慢性肾病 他知道,很多罪大惡疾的死刑犯 可能比自己活的還要長久 一想到這些,他就更努力的去工作 一刻不得行啊 可見,妻子的被殺對他的影響很深很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了 最後勾掌放一段 羅祥老師對廢不廢死的看法 他也是從廢死派轉成了支持死刑的一派 他給出的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啊 好,十多年前我還是主張廢除死刑的 但是我個人一直認為 死刑只能針對剝奪生命的犯罪 因為這本身也是對生命的尊重 你把別人給殺了 沒有任何代價能夠彌補他的生命 唯一能夠彌補的就是什麼? 你的生命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這是人類最樸素的報應情感 很多人覺得報應太過於野嘛 大家覺得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是擴張的刑罰權,還是收縮的刑罰權? 其實是收縮 因為你戳瞎別人一隻眼睛 只能戳你幾隻眼睛? 一隻眼睛 你殺了一個人,只能殺掉幾個人? 只能殺掉你自己 不能長草出根 死刑,我個人認為是對生命的尊重 因為你剝奪別人的生命 沒有什麼可彌補的 唯一能彌補的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而且死刑本身也是對犯罪人本人的尊重 你自己去殺人 你知道殺人是要查命的 我尊重你 我必須判你死刑 情文官近在挖鍋簾 咱們下期見 我會被抓人的尊重 在身邊